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今年是E3,讀了Poly 2019年,我考DSE 作為中六學生 要一直溫習,一直留意著事情發生 那時候的感覺應該都挺困難的 當時也有成人在裡面 盡自己的能力幫忙 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做 總之先在街上,一直看著 現在,以一個讀Poly的學生去看 其實我覺得始終已經三年了 那些感受都沖淡了很多 而且也不會突然想起 有什麼分別?淡然了一些 那些創傷的感覺 還有那種 還有一些生氣的感覺也是有的 但真的淡了很多 還有讀了Poly的話 身為Poly的學生比較特別 尤其是現在是 尤其是現在 尤其是現在 尤其是學校上課 最大的感覺上 是你會 見得到 以及身處 在那個地方裡面 的確是有些時候 尤其是晚上 你會比較容易 去連結那些畫面 當然Poly裡面 其實也很難找到 什麼痕跡 甚至其實 譬如Acore 即是噴水池 正門那裡 現在噴水池也沒有了 對 然後又弄得很漂亮 周圍 有花花草草 等等 塞橋那裡 加了很多圍欄 然後火車橋 也是 當時我感覺 就覺得 整件事好像洗白了 或者抹去了 看到其實 不單止是內地生 看到一些新生 都會有些好奇 其實 他們知不知道 其實三年前 這裡發生過什麼事 這裡那時候的樣子是怎樣 其實真的很不同 由E1到E3 有什麼感覺轉變 大衛 還是不會怎麼討論這件事 或者 怎樣 我不知道 可能 說法 或者 這件事久了 即是 你說同學 教授 所有圈子 但其實 大衛 都不會提起什麼事 只不過可能會提起 那些校證很笨 那些報刊 那些報刊很升旗 那些警察進來招募 等等 這些會提一下 但如果你說 Exactly提起那個事件 就 真的不會 基本上 因為連政治這個 topic 都不太行 更何況 是當年 Exactly 十一月發生的事 更加是不會談 但是 說起同學 其實 現在 因為大家不會談這件事 其實不太知道 大家想什麼 就是 我不知道那個人跟我 有多近 或者怎樣 我是 有些少少 去難去信人 有些的 但是 也都認識了一些人 有共鳴就會談多些 也都知道 其實有很多人 都真的被這件事 還困擾得很厲害 是的 然後 有些可能 被人摘了名 但是 不知道何時會有事 然後 又 不知道怎樣 計劃自己的未來 又 擔鏡手爬 其實還是在發生 這些事 我也認識有人 其實近來 看到很多人 製作Poly 其實我覺得自己 有點麻木了 或者 我覺得是 其實 純粹我心理上 有些防禦 我不想想 我不是很想理 其實 我想回我 對Poly 其實 那個 歸屬感不算很強 因為你說 以理大學生的 身份 會望 是的 我只能夠說 那個 創傷對於個人 是很大 就是 這些事情 不是各個人感受到 或者 甚至你面對著那個人 你 你不知怎樣 就是 你只會想到 可能 我抱一抱他 就是 太 太大 壓力 太創傷 這件事 其實對 現場的人 我都不太想像到 就是見到現在 你們可以說 沒有了痕跡的一個校園 其實反而 可能會更難受 我覺得 因為 你會覺得 是不是真的 會 這樣被人抹走 那些東西 不單止是 一些物理上的 可能會抹走 那件事 因為 坦白說 你真的會 一來 你自己可能 想逃避這件事 二來就是 這件事 沒有人再說 真的會少一些人 記住 或者少一些人知道 新的人會知道這件事 可能真的未必知道 但是 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 有什麼人可以幫助 去 治療創傷 其實 其實 不知道 真的 真的 是啊 是啊 嗯 其實 找回的事情 是 可能 沒有自己想像中 處理得那麼好 或者 怎樣 啊 還有很多個案子 還未審 有些人 可能 又 叫做 還未有事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說 壓力其實還在 只不過 有沒有浮得那麼遠 還有大家有沒有這個討論空間 給多多少人知道 可以 被人知道之後又可以怎樣 如果你說 對未來規劃 其實有一個重心 都是 都不敢計劃得太遠 就是 變得太快 這個世界 就是 太多東西可以變 所以就 是的 一個重點都是 不會敢想太多 反而這樣 個人會不會那麼 焦慮 還有 會生活得舒服一點 叫做 要學會 處理這些壓力 就 不要想到那麼遠 我覺得 那就會 真的舒服一點 別人 會不會也會 沒有 是 會不會 有些人 會不會